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主程序只写了一部分 对吧 只把用户的操作的界面写完了 对不对 具体的界面上 访问点矩形还是三角形 这会儿我们要出现矩形 或者三角形的操作界面 然后再点计算 是不是这样的功能 对吧 那现在我在写主程序的时候 咱们说了 要想用程序 用户可以自己扩展图形的话 那我们这里边必须按规范写 那在我们的规范里边规定了 我们这里边都有哪些部分呢 形状里边 就是每个形状里边都有 形状的名称 对吧 都有形状的面积 形状的周长 形状的界面 还有形状的验证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在主程序里边 这话 如果用户选择图形的话 我们是就得计算了 对不对 在这里边我们需要有几步呢 第一步 就需要干嘛呀 创建 什么 对象 应该说形状的对象 因为你访问的举行 是不是得要想访问举行 对几种类里边 是不是得把形状对象 访问三角形的话 是不是得创建三角形的对象 对吧 得有创建对象的过程 创建完对象的话 第二步干嘛呀 第二步创建完对象 是不是用户选择举行的话 是不是先调用矩形 对象里边的图形界面 对不对 有一个矩形的表盘界面输出 调用 矩形 的什么 或者是应该说 咱还不确定哪个形状呢 对不对 调用形状的 形状的 对象中的 界面 也就是VIAW这个方法 咱们是不是在规范里边 要求必须得有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是界面 对吧 有了界面之后 我们干嘛呀 第三步在界面里边输入数据 是不是就得提交啊 对不对 那提交的话 这块不提交有界面 提交的话 假如再提交为主程序 这块第三步是不是得判断 第三步就得判断什么 是否提交了 用户是否 什么 提交了什么 对应图形 界面的表单 对不对 如果提交了 什么才计算呢 对吧 推交了才计算 这个用户数 比如说举行 他只有提交了才计算举行的 周上的面积 对不对 然后 在第三步里边 这块 提交的时候 提交的时候 咱们为了保证 什么 每个形状都对他输入的数据 有一个检测 是不是一个验证啊 你要是不再是强制掉 这一步的话 也就是规范里边 我们已经要求用户 你必须得写个验证 对吧 你不写验证的话 你这个程度不要你通过 对不对 你这个验证不能说交给主程序去写啊 主程序也不知道你什么形状 他也不知道怎么验证对不对 所以这验证的规则就得交给一些对应形状的开发人员 对吧 然后我这会有个强制调用 那你就得有这一个方法 所以这话 第四步 干嘛 是检查 这是第四步是在第三步以理的 我可以锁定一下 对不对 是 查看用户输入的数据是否正确 输入的数据是否正确 然后如果输入数据正确的话 如果输入数据正确的话 怎么的 是不是就开始计算图形和面积 计算图形的周长和面积 是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这检查失败的话 是不是就提示啊 失败就不计算 失败 失败 则提示 而这个提示 是不是用户自己写提示啊 对不对 所以咱们在设计举行类的时候 你看 这块是不是已经输出了什么 提示 对不对 比如宽度不能为零 这个是不能 对 小于零 对吧 高度不能小零 是不是这样 当然这个类咱们是临时写的 对不对 还没有调试 所以会有一些问题 那看一下这里边的步骤 咱们都是清楚了 对不对 那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要想创建对象 怎么是不是也得找类啊 而咱们现在将一个类 设计到一个文件里面 对吧 如果我在上面 一个一个英可录的包含 可不可以 一个一个将用到的类权包含 对不对 这样麻烦 对不对 那后期用户扩展的时候 你得手动包含 咱们尽量用户怎么的 少写代码 就是少改主程序 对不对 不能说加一个类在这里边 再包含它 对吧 那麻烦 所以咱们用面向对象 咱学过一个魔术方法 专门干这个活的 就是自动加载类的 还记得吧 嗯 那既然这些都在当节目标下 那既然这些都在当节目标下 咱们这块就是什么 设置 自动加载这个程序需要的什么类文件 来我们看一下 那怎么写啊 是fiction杠杠 A-U-T-O 里边传一个类名 里边用到哪个类的时候 是不是就会传哪个类名 然后这里边 对吧 英可录的 包含 咱们类名是不是有的是大写的 对吧 Str2 L-O-W-E-R 把这个类名 转成小写之后 连接一个.class.prp 那这里边用到矩形类了 它就会把矩形的类文件包含进来 用到形状类了 就会把形状包含进来 用到三角形就把三角形包含进来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这话我们就可以创建对象了 那 记不记得咱们前边学过一个 叫做什么 学没学过一个变量 变量函数的 那个概念 对吧 所以 这个名称 是不是就相当于类名 是不是相当于类名 对吧 这个名字相当于类名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的 MET 就是相当于类名 就是class 类名 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 刀 刀 下方形 盖子 传过来的 Action 是不是这样 对吧 然后这个呢 咱可以将手字母变成大写 内门手子每个单手字母是不大写的 所以咱可以这 游戏 用字母刀 用字母刀处理还是 W O R D 那个游戏 FIRST FIRST 将手字母变成大写 这样的话 明明这个是ICT小写对不对 然后我就变成大写 是不是手字母就变大写了 我们可以在这输出一下这个类名 输出 class C L CLSS 可以这样吗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 点矩形 是把ICT变成大写的 点三角形 是不是变成大写的 对吧 现在我只要做到什么呢 这个类名 我后边 前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new 对吧 new这个类名 因为这藏过来是ICT或者三角形 对不对 是不是就可以 new这个类名 是不是就可以穿上这个对象 对吧 然后 可以给一个 $HAP 是不是一个形状对象 对吧 就就说一个形状对象 那现在我new这个了 假如说我现在一点 矩形 一点矩形 对吧 那是不是穿上矩形对象 那也就是包含了这个文件 那这文件有一些问题的地方 错误的地方 咱们就都可以调试了 对 对吧 现在我运行的话 应该会有一堆的问题 咱们来试一下 点几箱 你看 是不是告诉我这个有语法错误 对不对 告诉我在形状的第九行 那我们看一下形状的第九行 这是第 第九行 ABS 是不是手写的类名了 SHAP 手这么长 大型 对吧 所以像这样一点的调就行了 我再运行一下 刷新一下 告诉我们什么 是不是有错误了 这个必须有一个参数 也就是我在形状里边规定了 这块 我没有规定子类有参数 对不对 而我在这个里边 形状这块 我这块有一个参数了 对不对 这就不对了 所以我们需要 在这块也让子类有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参数 这样子类就必须有一个参数 存什么 需要验证的数据的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再来 刷新一下 再看问题 你看 现在告诉我 丢失了参数 在构刀发发里 对不对 那我现在在构刀发发里 看举行这个 我这传个形状 默认这里边 我传值了吗 传进对象的时候 没传值 没传值 我能让它有一个默认的值 空 可不可以 空数组 但是空数组 这里边你看 怎么呢 是不是传空数 空数多点没有这值 那他告诉我 应该没生的变量 会有一些注意的提示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块不为空的时候才复值 所以这是判断 什么 他一言 PTY 判断 前面是直写完累 这也咱们得调整 OK 好 我们这回再看一下 需要注意的地方 还有什么 好 现在没问题了 对不对 咱一点的调整就可以 那没问题了 我们得继续往下写 什么呢 在主成语里边 这会已经创建出这个形状对象了 对不对 我是不是就可以掉进形状的 形状的什么 界面 界面了 来 形状里边 有没有 不管什么形状 穿举形 举形里边 是不是规范好了 有界面的VIEW 三角形里边也有这个 对不对 因为他们都是通过抽象类去写的 所以这里边都有VIEW 是不是都有这个界面 对吧 那都有这个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 点举形 不对 这里边 我是写了表单 这表单我还没有怎么当 还没有输出 对吧 所以我输出这个界面就可以了 点举形 是不是这有矩形的宽 矩形的高 对吧 我现在输入10 输入10 我现在点计算 交给谁啊 表单里边咱们是不是写的 当然你给这边人边量 是不是叫index的 对吧 那我表单是用POSE提交的 对吧 所以提交他会把POSE的值怎么挖 POSE的值 是不是提交给这个页面 对吧 那这里边 咱们在表单里边 是不是名字叫做DoSAPB的 对吧 所以判断POSE的里 这个变量存在 说明我们是不是就提交了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话就可以等到 判断用事物提交给单了 如果 AZE判断谁呢 DOWPOSE下方线POSE的 因为表单提交是用POSE的 对不对 里边有个DoSOP MIT 如果这个变量存在 我们证明提交了 提交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在这里边 写计算周长的面积了 对吧 假设我现在不检查面积 就计算周长的面积 已经提交了对不对 对 那我说他就可以叼受 每个形状里边 是不是都有计算周长的方法 有 每个形状里边都有 计算面积的方法 AZE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这话可以改成什么呢 它是反位值输出 输出什么呢 谁的周长 你看 这话可以写 谁的周长 在这个形状对象里边 有没有一个名称 NAME 对吧 谁的周长为 对吧 然后这话再来一个 再输出 HAP里边 NAME 谁的 对 面积 V 对吧 连接 然后每一个是不是可以来一个换行 BR BR 换行 BR BR 换行 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周长的面积计算有问题的话 咱们得调一下程序 先看一下 点十个时计算 你看 计算的时候 它没有 你POSE 再点表单提交的时候 它怎么的 这块一点提交 它再过来的时候 没有进入到这个Action 对吧 因为你POSE 传直了 GATE里边就没有Action 对不对 所以还想保留这个 那我们需要 在形状这块 在形状 举行在表单里边 你看能一点的油画吗 用GATE 再把Action 等于RECT 再传过来 是不是就可以进来了 那我们再试一下 举行 这块写上 10 这块写上 10 我们点下计算 这有一个错误 这个名字是 保护的属性 不要用 应该咱们在定义形状的时候 这块什么保护的了 对不对 PUBLIC Public 改成这个 我们再点一下举行 再输入一下10 和10 来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计算 举行的周长位定 面积位定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创进 举行这样 我们什么 创进对象的时候 是复值 对不对 我们根本就没有复值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块 可以在 index的这块 创进对象的时候 后边 是不是提交 POSE的时候 创进对象 对不对 我这块可以把POSE的时候 传进去 第二个提交的时候 再创进对象 这个值 POSE传进来 里边是不是数组 通过数组里边 POSE的是不是里边有宽和高 就给它复值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再密研价 再数十 和十 我们计算 是不是40和100 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 如果我们这块还要求什么用户 是不是这块要求他 必须检查数据是否正确 对 这里边在形状里边 SHAP 有没有一个方法叫做 验证 对 到了这里边有一个 第二个用 里边有个验的方法 里边传一个数组 就对POSE的是不是 验证 POSE的比方高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这块 如果验证通过的 我们才签了 重上个面积 对不对 验证如果失败的话 我们怎么办 是不是 有提示 对不对 验证失败 是不是直接就有提示 里边是不是直接就有输出 对不对 我们这这么直接写就可以了 来 我们再用一下 比如说 -12和10 计算 你看 矩形的宽度不能小于0 是不是就成功了 如果你看随便写的数字 是不是就可以计算了 咱们如果我想要这个变量 我想要这个变量 保存在原来的里边 输入完之后就保存在里边 我可不可以再举成这块 加上默认值 因为 Post的和盖的是超群聚数组 超群聚数组 Post的从上往下提交 Post的直接可以进入到函数里边去 所以在W里边 我直接可以这样做 连接 W下号线 Post里边的宽度 然后 这块 连接 W下号线 Post里边的高度 对吧 当然这两遍的不声明 会有一些注意的提示有可能 你看 现在点计算 周上编辑不能为0 当然这个验证的话 你可以写更多 对不对 不是 是不是这两值就存在这了 对吧 如果有错误提示的话 你可以把那错误提示屏蔽掉 对不对 原来没上评 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把组成一下了 对吧 咱们用一个矩形配合组成 就把这个完成了 那以后 如果咱们写一个其他的形状 往里放 组成是不是就不用写了 现在咱们就可以安排任务 每个人写个形状 你只要把类 往这个目标下一放 我在这块再加一个链接 当然学员文件处理 可以不用加链接 对不对 自动就可以掉落到 对 对 好 咱们这几个就在这里边 下几个咱们得开发一个 三角 对 三角形或者圆形都可以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几个就到这里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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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